而一旁的穿着护身铠甲的魔族卫队 似乎受到柯沙克不干预的指示 只是在旁劝解 并未对魔族女们动手 另一处 是在广场外靠南边的空地上 似乎更为热闹 在那里 几个暴动分子已经被柯沙克大人手下抓了起来 但仍有几个魔族人 在和着黄色衣甲的卫队疯狂地打斗着 呐喊着 魔族人的暴乱与人族不同 因为他们天生就有着相对强大的实力和不拘的性格 那几位过激的暴民 正在用与他们属性相同的暗黑魔法 攻击着柯沙克大人镇压暴乱的手下 场面相当的混乱 看来 此次魔兽迁徙引起的恐慌和魔兽死亡 让此次因瘟疫而起的惩罚人族女子事件 越发地复杂激烈起来 面对这样的场面 自己应付得来吗 恐怕 还是应该通知一下奥萨罗的吧 能来得及吗 苏菲心中闪念一过 正想呼唤魔王 忽然 一声惨烈的尖叫划破天空 抬掀下拥挤的人群中 一位身穿黑色服装的魔族女人 张开双臂 手指分开 用闪电般的速度冲了上去 没等苏菲反应 已被那女人一把抓下 一股精神力的笼罩下 想要立即闪进妖精界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一旁的博尔夫人 惊惧之下 不知被施了何种暗黑魔法 竟愣在那里 不知如何反应 电光火石之间 苏菲靠着直觉 一边利用自己的刺客术 试图脱开那女人 又尖又长的指甲 一边用顺移的空间法术 对抗着 与此同时 与台上的科莎克大人处 发现一道乌黑的射线 直朝那女人头部射来 不曾想 那女人动作奇怪 似乎早有遇见 毫不迟疑的随手 亦将苏菲挡在自己身前 对方的抓力虽然强大 但这变化 让情绪正处于 起伏不定的苏菲 措手不及 待她反应过来 已经被那魔女 推到前面 当成了挡箭牌了 无论怎样 科莎克大人的那招 却是躲不过了 堪堪地就要 射在苏菲的头上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苏菲只觉得 额前一辆 原忽然从她额头上蹦了出来 刷的一声 收住了科莎克的黑射线 与此同时 再一次幻化成神奇的黑色的 带着翅膀的铠甲 只是这次 要比第一次快得多 瞬间就脱离了 那个黑衣女人的掌控 让苏菲稳稳地升上了半空 现场目睹这一幕的所有的人 几乎都惊呼了起来 科莎克大人 也是一身的冷汗 不过 她更多的是松了口气 刚才的那一瞬间 剑集收回法术 她虽然可以做到 也已经在做 可是却没有把握 能让苏菲毫发危损 这种感觉实在太好了 苏菲也没有想到 袁会在关键时刻 跑出来救她 青山的翅膀 苏菲转过脸来 看向那个袭击她的女人 她正要开口询问她的目的的时候 这个暴乱的场面 被一片白茫茫的大雾笼罩住了 一种熟悉的感觉充斥心头 苏菲终于松了一口气 眨眼的功夫 魔王之主出现了 她一把将苏菲搂在怀中 锐利的眼神扫过 即使在雾中 在场的所有人也都心生振产 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所有的动作 主上啊 科莎克大人向着苏菲行礼 其他的魔族们也跟着纷纷败倒行礼 奥萨罗 你怎么来了 苏菲小声地说道 奥萨罗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雾气重重之中 她带着她飞到更高一点的地方 然后她开口道 有件事 我要让你们知道 她的声音并不大 至少苏菲听起来不大 但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得到 好像那声音是从他们自己内心发出来的一般 只听她接着道 苏菲 就是你们未来的王后 轰 苏菲的脸一下子涨红了 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奥萨罗一上来会说出这样的话 在这样的时候 以这样的姿态 大雾笼罩之中的魔族们 立刻惊慌失措起来 尽管魔王并没有说出什么狠话来 但是那气势 已经让胆小的人瘫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 奥萨罗从人群之中 抓出十几个丢给克莎克大人 亵渎之人将受到惩罚 她说道 就在大家以为 她要惩罚那些人的时候 奥萨罗却带着苏菲消失了 虽然没过多长时间 但忽然见到她 苏菲心中却有着说不出的欢喜 不过刚才的情况 的确让她有些发窘 此刻他们在哪里 苏菲并不知道 反正到处都是白茫茫的雾 她缓住她的脖子 轻声叫道 奥萨罗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她松开手看着她 看得很仔细 你的脸色不好 什么也不要说了 去 先给自己弄杯热茶喝 她说道 她的话 让苏菲心里顿时踏实了一下 好 她点点头 脸色露出一丝笑意 将一壶热热的茶捧在手中 苏菲才发现 自己的手指是冰凉的 在奥萨罗的目光里 她喝下了半杯茶 你还没有回答我 奥萨罗邪逆她一眼 为什么要遮遮掩掩 苏菲的脸一热 紫色的眼眸流光一彩 她倾壳一声 将最近发生的 包括刚才那个用精神力 联系她的神秘人事情 都告诉了她 其实我很希望能帮上忙的 可惜发生了这样的事 苏菲很郁闷 奥萨罗的脸色 在苏菲讲到那个神秘人的时候 终于发生了变化 她低头沉思了片刻 才神色凝重地对苏菲说道 有件事要告诉你 不过你得等我两天 哪里都不要去 最好就在妖精界里待着 她到底要告诉自己什么呢 苏菲很好奇 为什么说还要等两天 奥萨罗似乎有要紧的事要办 她叮嘱她去妖精界之后 就再次失去了踪迹 小妖第一次见到袁化成护甲 甭提她有多激动了 虽然圆的再一次出现 及时保护了苏菲 但除了可以随时用咒语 沟通奥萨罗之外 她究竟要怎么用 苏菲还真是不清楚 比如说 要怎么才可以将她换出来 或者怎么把她收回去 她都不知道 反正用意念是不顶用的 刚才也忘记了问奥萨罗了 此刻 她只好大大方方地 接受妖精界里各位的参观 好奇心果然是人人都有的 连安东尼也不例外 苏菲小怪物 你本来挺丑的 不过 一根筋发表她的看法 穿上这样的衣服之后 就更丑了 没法看了 她摇头地叹息一声 其他几怪也跟着叹息离开了 小妖和古帕实在是忍不住了 这样特别的审美观 可能天底下 也就这些垃圾怪们有吧 苏菲倒不在意她们的评语 也不用精神力 而是跑到大大的穿衣镜前面 观看起来 那身漂亮的护甲造型很酷 原本习惯极点风格的苏菲 以为自己并不适合那样的装扮 谁知道 这样的装扮 却并不难看 反而恰如其分地 凸显了她另外一方面的特质 苏菲自己都没有发现的特质 镜子中 是一个看上去精灵古怪 还带着一点点邪气的自己 邪气 就是嘛 我就感觉 你应该很适合这样的打扮 小妖赞叹道 瞧瞧这造型 啊 就是为了长着你这样的眼睛 女孩子设计的 小妖首次这眼夸奖 为她本人制作的服装饰品 而她的话 也刚好说到了点子上 让苏菲忽然明白了过来 难怪如此夸张的造型 穿在一向推崇 简单大方为主的自己身上 会有如此意外的效果 精致而冷酷的护甲 凸显了她的细腰和长腿 那对像是真正羽毛一样 轻盈柔软的翅膀上 极薄地闪着点点光滑的鳞片 与苏菲那对斜飞着细长的双眼 极为相配 而且 也使她的气质发生了变化 大概是因为在暗黑事业里 待了一段时间了 被传染了 既然奥萨罗来了 之前的暴乱 就轮不到苏菲操心了 相信所有针对她的流言蜚语 都会因为奥萨罗的强势而消失 不过 在奥萨罗离开之前 苏菲仍然提了要求 那就是如果有可能 她还是虚妄去看看那些魔兽 毕竟 这才是她真正的来意 妖精界里的气氛极好 有了美食和美酒 古帕小谷和怪物们 个个喜气洋洋地围着安东尼 让苏菲的心情 也跟着变好了很多 等待的时候是最无聊的 苏菲修炼之余 将那本从魔王宫里 带出来的索尔索共大陆语言 变成的诗集 拿出来翻看一下 这些诗集 虽然是古代修辞和文体 但是苏菲在梅西的长期教导之下 读起来 却没有太大的困难 这是一个爱情故事 一位古代的小姐阿曼达 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 而那个男人的妻子身患重病 可她却是个对妻子情深义重之人 绝不肯为了阿曼达而抛弃妻子 阿曼达无怨无悔地独守空房 本以为那男人妻子去世之后 自己就可以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谁知那男人 却是个痴情的种子 妻子死后 他自己很快也郁郁而终了 阿曼达从此孤独悲泣地过了一生 她从不后悔自己爱上了心有所属的男人 那男人越是对她不假以辞色 她越是爱她不已 阿曼达就是这个故事里 被诗人反复歌颂的高洁清明的痴情女子 苏菲猜测 她多多少少呢 有点受虐的倾向 如果是真实的故事 很有可能其中另有眼睛 不过 令人赞叹的是诗歌本身的朴实风格 和恰到好处的韵律感 倒是令人印象极为深刻 有趣的是 这本书的主人不知道是谁 在书页的空白书还写了很多的评语 那些评语字迹相对清秀优雅 每个字母写的都很讲究 该剪辑的地方剪辑 该繁琐的地方繁琐 应该是个女人的笔迹 从潜词造句来看 她应该是与那诗歌大致相同年代的人 苏菲一边读着长诗 一边偶尔看着出现的评语 发现其实比较起来 评语要比那故事本身有趣得多了 阿曼达为什么不去找她说清楚呢 如果是我 我一定要早点告诉她 怎么会有这样可恶的人 她那个妻子已经快死了 她居然还对阿曼达爱理不理的 好事气死我了 不可能 一定是阿曼达不会打扮 就按照她的妻子样子打扮一下嘛 暂时的委屈不算什么的 都为她付出那么多了 是个男人就不可能无动于衷的 我怎么可以这样呢 死了吧 死了也好 省得阿曼达不辞心 如果是我 绝对不可能 我要在她妻子还活着的时候 就把她抢到少 这么久了 奥萨罗大人为什么不来看我呢 看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苏菲一下子懵了 为什么这句话听起来 是如此的令人不安 一时之间 苏菲心中七上八下的 不知不觉地生出了一阵寒意 这本说的主人 到哪里去了 她应该是个人族吧 已经老死了嘛 人族是不会那么长寿的 自己 将来也一样 我现在不想这个 联想到魔戒人们 对她人族身份的敌意 以及两姐妹 惠莫如深的怪异表现 苏菲忽然冒出一个 不可思议的想法 难道奥萨罗之前 与这本说的主人之间 有什么暧昧的关系 会不会就是 珊贝尔口中提到的 白瑞娜呢 可是听她的意思 白瑞娜好像是把一个 叫加文的人给拐走了 那也许 和奥萨罗没有什么关系吧 苏菲自己非常清楚 虽然奥萨罗已经在 众人面前表明了态度 可是她始终感觉 她对她 还有着一定的保留 她没有说过爱她 或者喜欢她的话 而且缘 也是年少时奥萨罗给她的 回到现在之后 她对她的态度 忽然间就发生了转变 与之前她没有召唤的时候 截然的不同 可是 她自己也因为有了 那段回到过去的经验 而对奥萨罗 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可是 她的改变 是为了什么 难道她也遇到了什么事 之前苏菲一直没有好好想过 她忽然记起 一开始她并不知道 缘在她身上 后来聊天的时候 她才注意到缘的 然后 她又说因为她的缘给了她 所以 她将是她的妻子 苏菲想来想去 快被自己绕迷糊了 过了好一会儿 她忽然发现 绕着自己头发的食指 实在是太用力了 已经拽疼了头发 她松开手指 深吸一口气 如果不是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 她真想马上找奥萨罗问个清楚 事与愿违 两天之后 当奥萨罗把苏菲从妖精界里叫出来的时候 却并不是个问问题的好时候 苏菲被眼前一大堆不知是什么人 不知什么魔兽吓了一跳 只好把纠结的问题暂时放下 奥萨罗没有说话 她伸过手牵她 可是下意识地 苏菲闪避地躲了一下 然后撞上奥萨罗的眼神 那眼神中 苏菲分明看到了不悦 诧异和不容置疑 苏菲发现 原来那本书上的那句话 对她影响是如此之大 她并不想躲开奥萨罗的 不过奥萨罗眼中的不悦 也让她有些憋气 她的嘴不易察觉地撅了一下 当然 她的手最终还是逃不过她的大掌 被她牢牢地攥在手中 苏菲索性移开视线 毕竟当着那么多魔族人和魔兽 不能不给奥萨罗面子 苏菲一冷 她连忙微笑道 你们好 她转头看向奥萨罗 眼中闪着疑惑 她找他出来 是因为魔兽的事吗 让苏菲诧异地还有 面前这些魔族人 对自己的态度 似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难道 他们不是魔灵藩的居民吗 奥萨罗牵着她的手 静止走到魔兽群前 指着对苏菲说道 你一直想看看这里的魔兽 这些是随当地居民 放养的实用魔兽 这两种数量最多 这种叫做黑牙绒蟹 那种叫做魅奇乳妞 苏菲带着好奇 小心地凑近官桥 只见大大小小 一二十只魔兽 只有两种颜色 被称为黑牙绒蟹 是一种蓝紫色的六角魔兽 它们的形貌 颇有一点像地球上的羊 在冷色的光滑皮肤上 长着长长的白色绒毛 远看就变成浅蓝色一团 几只黑色的尖牙 引出上唇 长相虽然不敢恭维 却有着敦实的肉 看起来是补充肉食的 主要来源 跟着大魔兽脚下的 还有几只深紫色的 圆滚滚的小绒蟹 它们的皮肤 明显要发暗红色鞋 加上绒毛很短 颜色深得多 魅奇乳牛 则是一种与牛 完全不搭界的魔兽 可能被换作 无可归缩板粉红蜗牛 还更靠谱一些 三条短短的小胖腿 支撑起一个 如肥压体型的身体 和短短的扁头 全身没有毛 也没有褶皱 关键是那粉 有些妖娆的浅红 和身上卡通味道的 两排乳头 头上 貌似是王后皇冠的 玉圈肉秃 让苏菲不禁玩耳 这种魔兽 竟让他想起了 节日的气球 看来这种魔兽 是培育魔族 后代的乳液的来源 奥萨罗微微皱了皱眉 指着乳牛身上 一些细小的白色斑点 说道 这些斑点 是营养不太好的显示 还有那边 他又指着容蟹 说道 正常健康的 应该是深紫红色的 现在许多都偏蓝 也是缺乏营养的表现 可是 听说瘟疫流行 损了许多魔兽啊 苏菲问道 这里的人们 还真当他是 带来的诅咒呢 那件事情 已经查清楚了 是有人暗中 使用了特别的暗黑艺术 故意造成人为的 异病传播 现在 已经有专门的人去处理 目前瘟疫 已经不再扩散了 奥萨罗脸色 阴沉地说道 谢谢大家